十大段前面有个介绍 后面十大段 十大段我们第一段已经讲完了 上上星期我们把 这个夏当夏娃 加上他们的后裔 盖尹和赛特 那一段将第四章讲 这张讲完了 你如果看到我今天给你 发过来第十六章 这是整个这个 这是创世纪的家谱 从亚当开始 盖尹那条线呢 有画下去 可是没有不注重 他就到到了 到了拉麦就停止了 亚伯死掉了 然后呢赛特呢 就生了 一种说 反正音乐不太好 一直下去到诺亚 对 那是 你说亚当 这个开头 这是开头 他这是第二本书 那我是第三本书 他下去 善 特拉 然后伊什玛利 埃塞 Jacob 到 就到雅各为止 我们算一下亚当 挪亚 Sham Sham Sham怎么翻的 Sham Sham Terra Terra是亚伯安的爸爸 怎么翻的 他 他 这个我不知道 然后呢 伊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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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莫 雅各 啊 啊 啊 讲下来 好 你可以这样看出来 在这个 在创世底头的 怎么怎么怎么开始的 好 那我们今天是开始第二 第二本大段 那第二大段 的 其实很 不是很长 就是就是第五张 第六张一点点 这个十大段 有些很长 有些很短 OK 不是不是 一样一样长短的 这第二大段呢 是亚当的子孙 从亚当到 挪亚 我们把他连在一起 对 我们 那这个这大段 有两个分成那个 又是 又叫 那个 act 怎么翻的 就是 木 木 两个木 对不对 有两个木 第一个木呢 就是 一条 完全是线而已 从 从 塞特那条线到 从亚当到挪亚 第二部分呢 只有八节 讲到世界的 的没落 世界的情况 OK 你说我们从这个这个这个 这从这条生的这个 家谱 从亚当到挪亚 听下来 然后到第二 第六张一节到八节 就是有这个八节 谈到世界的没落 然后需要神的审判 还神的神的行动 然后呢 就停止了 这第二两个 第二两个不是很长 可是呢 这第二个很奇怪啊 他那个 你记不记得了 第九章二十九节 会出了一小节 是把 可以说 看一下 给你再讲 怎么看出来 等一下 你会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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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比 这个 没有比 没有比 我的包里有 在他那里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不行 我的包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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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哪一支啊 我那你都好多支 不行 那可以用 这个第二大段 嗯 他 很 很短 可是他 把他最后面小段呢 分掉 然后分到第三段的后面 OK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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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约 他们 经常就做法 啊 啊 啊 我说 这是 这是 前序啊 啊 第一段 我们看 我们看完了 第二段 在这里 他看到 结束的时候呢 没有结束 然后呢 比如小段在这里 他把第三段 包括了第二段 给同修 OK 因此我们等一下 我们会看到 这个 他们 他们 这种结构很重要 OK 因为他会 他会有时候把 他原来放在这地方呢 他把拿过来放在后面 OK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你看到就是 就是这一节是属于 book 2 看起来 很容易看出来的 第二段 OK 我们那会看到 你说这是 这是结构 这不是 不是很整 这是 特殊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需要 需要 要注意 然后呢 其实你们一切 看到 像 明术祭 的结局 结后几节 也被断掉 放在 那个 Deuteronomy 是 生命级后面 你知道 他们把 故意把这样分开 把生命级拉进来 拉到那个 明术祭里头去了 他们经常用 这种做法 让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书 把他们故意 把连在一起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好 我们暂时 我们会 等一下会看到那个 就跟人讲一下 这个事实上 是这种情况 那 这本书呢 不只是连 把亚当和罗亚连下来 而是注重 这两个种子的分开 我们从第一 这本书看到说 夏威 夏威有两种种种种子 一个是蛇的种子 一个是女人的种子 对不对 要分开 我们上次 在第一本书 看到拉麦 他叫 要报仇 他要出杀 另外有赛特 那条线 他们开始呼召 耶和华的名 对不对 就分开了 下来的时候呢 赛特这条线 一直下来到 挪亚 最后呢 一章的八节 看到另外 另外那条线 乱七八糟 那我们会看到 怎么情况 今天可能看不到 我们下星期会看到 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亚当和 挪亚连下来 挪亚就是 这个神要用的种子 是连在一起的 那如果你看一下 其实我们翻回去前一章 你看到亚当到挪亚是十代 你们算一下 亚当 赛特 伊纳三 这个第四 马哈喽第五 杰瑞 第六 到挪亚是第十代 这个十 这个十这个号码呢 在圣经里头是非常 其实最好的号码是七 什么都是七 对不对 七很重要 可十也很不错 七十 还有什么号码 十二 还有什么更好的 还有别的什么 四十也很好 四十也很好 你说号码 我们说我们有号码 是就急的 对不对 在每次中国 你说就是 九是好的 十是不好 对不对 在秀乐里头 也有这种东西 因此号码 不只是号码 OK 那就问题多了 那我说 这个到底是 你说我们看 约伯基第一章 你翻一下 约伯基第一章 约伯基 约伯基 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哈哈哈哈 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又是七又是十 对不对 又是七又是十 多好 还有三呢 还有三呢 三啊三比较 三也不错啊 可三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是儿子嘛 对不对 他们也是重男轻女的 对不对 他们是重男轻女的 对不对 因为你通常都是农的那个传统的系统 这社会注重农的都是重男轻女 对不对 那好 七个儿子是七是重要 三个女儿 然后你看 这七下七下还没完了 他家传有七千羊 但是真正 真理七千没有多一个多少一个 没有说三千 六千九百九十九 就是正七千 对不对 那三千骆驼 又是又是 又是那个 呃 又是十了 三三七又是十了 然后五百对牛 五 还有五百 母驴 又是五和五 又是十了 对不对 你看这这号 就这个 那为什么呢 表示这个这个家伙啊 这个因为我是又是就 就是又是 祝福又祝福 对不对 就是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十 又是又是十七千羊 三千骆驼 又是五百对牛 五百女 就是十十十 这样子 代表呢 是祝福又是祝福 OK 那我们这个 这是因此我们谈号码的时候呢 在旧约谈号码的时候呢 你可以说这就是这四个号码 可是这些号码你要考虑一下 他们就是作约的作者 做旧约的作者 用号码不是只是只是跟我们一样算一样 他们有别的意思 因此我们就是我们中国我们看起来很容易了解 OK 那我们问题是说 那如果这个跟原来那个号码的释放不一样怎么办 不对怎么办 答案是 他们那时候看的人 没有看错 他们看得懂 只是我们看不懂 你知道意思吗 他们不是在欺骗人 不是在说哄你 他是说 像你看到 看到试诗记 哪一个试诗 又是管二十年 又是管四十年 他们都是整二十年整四十年 怎么会这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个王上来了 又管二十年 怎么又是二十 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是十七 不会是六 为什么是 他们一次都是整的 整号码都是整 对不对 他们虽然用是号码 我们用法不一样 不是一种历史性的用法 OK 记住一下 因为今天号码很多 因为我就开始谈号码的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到 从这个时代 从亚伯拉罕 从亚当到挪亚 时代 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又时代 哇 真巧 对不对 十 对不对 那挪亚 就是 在这前面一代 他的拯救人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亚伯拉罕就是跟挪亚 有点比较性 把挪亚 把挪亚放在 挪亚后面的时代 那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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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 对比 对这一段和这一段 有对比的意思 里头 对不对 比如说亚伯拉罕跟挪亚 有点比较性 其实我们有点 下星期 在下星期应该可以看到 挪亚和亚当的对比 也分别可以 对在一起 好 他那一代的年代 就是 多少年 这就 需要 那需要 我们需要 你弹性一点 对不对 因为号码的意思 用法跟我们用法不一样 对不对 他就是 奇怪 那你们上次 你去看马太福音前面 好吧 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们不只是旧约 我们看新约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他是怎么算的 他是也是算那个家谱 耶稣家谱 亚伯拉罕就第一章 那我不要玩这个念 先念给大家聊天 我们就跟他帮你算 他说 第十七章 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 大卫到巴比伦时候也有十四代 巴比伦到耶稣也有十四代 就十四十四十四这样一算 然后到底这个十四是真是这样子的吗 他们搞不清楚 因为你 你这些人的名字 他们也不会很清楚 第二呢 十四这个号码很重要 因为在希伯来文 大卫是这样写法的 这是W 这是DWD OK 他们希伯来文不用号码 没有像我们有号码 我们有一二三 这是阿拉伯号码 对不对 中文也有 我们有中文中文 这是一二三 对不对 那 那罗马有他们的 这是一二三 对不对 希伯来文的号码呢 上面字母 他们的A 就是他们的A 这就是一 他们的二是B 就是他们的B就是二 D呢 就是阿拉伯号码 这就是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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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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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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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 马太福音 十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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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耶稣是大卫 很高兴 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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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 在做什么 对不对 马太说 从亚 阿汉 对不对 到大卫 有十四代 从由于大卫到 到被被绑 又是十四代 因为他们回来 又是十四代 搞好几个十四 对不对 因此耶稣生了 连在一起 十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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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十四 就是大卫的号码 那么耶稣呢 耶稣的号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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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巴拉罕的号码 因为亚巴拉罕 因为耶稣是在 在新月里有时吃希腊文 亚巴拉罕是 亚巴拉罕是 亚巴拉罕 那里有他还是 对 对 呃 比较麻烦一点 我得删一下哈 呃 你这个 我马上塞 蛮大的 因为这是一 这是二 当后面的时候 其实后面的 这个不是号码 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 你前九个号码 第十就是十 第十一就是二十 你知道 他们比如说 不需要算到 就是R到后面 到快到十几的时候 那些号码就算好 不用不算那么高的 它们不用要算啥 呃 其实那个到那边 到底想起来 我还不知道 哈哈哈哈 他讲学法 他们有可以写出号码 也可以用在一起的 对吧 拿不到的话我不知道 你说 你看马太福音 算号码的时候 跟九个号码也是这样算 也是有这种 都是号码 都有意思 在里头 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这种 这种写书写法 跟我们是 看历史的写法不一样 对 我们说 我们得照他们的规矩 看东西 而不要把我们的规矩 带进去 我是从第一天开始讲的东西 就是讲这个 用他们的规矩 不要看我们自己的规矩 因为我们看我们的规矩 是我们写法的 我们二十一世纪写法不一样 好 马太福音也是这样子 那那那 我们回来看这个号码的时候 是十和十 到亚伯拉罕 到底只有时代吗 对不对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意思 这是十 总共加起来是二十 等于说 挪亚 等于说 挪亚是前十面的第十 后面十的第十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就这样叫没错吧 是个号码也没错 要不然这个作者搞错 搞出问题了 不行 哈哈哈 不能不行 不能弄乱了 对吧 他们有的人按照这个推 就是推这个历史 对 那就是出问题了 那就是出问题了 我觉得 那就是你把这种书 用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读 就把每年每年加起来 他地球只有四千年 地球只有五千年 这样算算算算 你就出问题了 对不对 他没有这样写法 他不是要这样一样的写法 啊 那 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如果了解他的写法 我们就不会 不会走 不会这样读 我就不会说啊 究竟是错的 没有错 他没有这样写 没有这样教 好 那 我们看看 现在讲到什么地方去吧 呃 ok 对不起啊 好数学长很多 草码长很多 嗯 ok 那这一大段 除了除了讲到 以挪亚以外 要讲到 为什么神要把地球毁掉 ok 我们回家 你会看到 嗯 大家说 哇这好好好 神怎么那么可怕 把整个人 这为什么全人全杀掉 这是他在这上问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回答答案是你看看到那时候我们下来看第六章的时候他对他们讲的的形容 形容是把是等于是人那时候 是 他是他是他中文怎么写的 第六章 他说看到马太后一句六章对不起 哈哈 创世纪六章比较好一点 对 创世纪六章 他说 他说 嗯 罪恶很大 第一点是大 是很大 第二呢 终日 整天的 信的 所想的 心里头的 进都是恶的 看 第五章 五第五节 这句话不得了 很大的罪恶 终于每天每天的所有时间里头 都思想的 这些都是完全的 是恶的 这不得了 这种世界活不下去的 这个这个新东西很很厉害 因此我们说说 说这到这个时候呢 荣雅只善 只善一个好 世界上只善一个好人了 他怎么办 你怎么办 对不对 OK 这是神的问题 OK 那 呃 我们看到 十 OK 我们看到 我们再下下看一下号码 除了那几个号码以外 七十四十以外 嗯 有些别的号码 这个 年纪 你看看那个 呃 这枪袍都活很久 对不对 嗯 他们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作学者说 这个跟巴比伦的天天文有关系 他们提巴比伦天文 蛮发达的那时候 嗯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 地球照太阳这些东西 可是他们看星星 他们会量 对不对 他们可以看星星的 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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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位置 都会算 据算 像 嗯 那当然了 伊挪 伊挪的 三百六十五 所以 那很简单 那是 三百六十五天 巴比伦那时候算的不错 算到 算到 三百六十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说伊挪的 伊挪的生命是 一整年的生命 知道 三百六十五年 可是三百六十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因此这个号码蛮重要的 因此他就他为他 因为这个很重要 他就给他三百六十五天 其他的号码呢 像 拉麦的 七百七十七 是 嘿嘿 这个是天文的 嗯 Jupiter是哪个 哪个 哪个地方 哪一个 哪个星 哪个那个 虚 群 不是 不是星星 Planet 我翻的 嗯 不是星 星星 星星啊 九大行星 九大行星 OK 行星 Jupiter是哪一个 是最大的 你王星还是什么 怎么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超麻烦 哈哈哈哈 有九大了 就是水星土 什么 木星 土星 火星后面是哪一个 金木水火土 土星啊 OK 最大的 Jupiter最大的 后面叫Saturn Saturn 这两个 这两个星星 王 天王 天王 后面有那个 那个 那个 还没有个 ring的 对不对 OK 不管 等于说 这这这这这两个大星 他们的 他们 他们有一个叫Synotic Period 就是说 我们如果地球 我们把这个星星 今天我们看下去 这个这个 看看这个 这个 行星 的位置 等多久以后 他会回来 到这个地方 完全一样的地方 OK 那这个不是他造一转圈 因为我们地球也在动 对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 他也在这我没得动 因此同 完全的同一个地点呢 呃 他是 呃 我上次刚才 剪起来没有 没有把他没有把他 印下来 你去找Wikipedia 找Synotic Period 他会每个星星的时间 放在多少天 多少天 弄在一起 777就是Jupiter 和Saturn 加在一起 然后另外那个 6262是 是那个Venus 和Saturn 加在一起 好像他们用这个号码 是应用那些 巴比伦天文的 学到的东西 放进去了 也就是说 不是说他真的 活了那么多年 那我不知道 可是他说 他因为这些号码 有意 他们有代价 有代表 可是他的代表 他的意思 我们不是很清楚 这些星星 对他们 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为什么用他们的 那个period 多少多少天 他把它加在一起 变成这个人 这些年人的年岁 是为什么这样做 不是很了解 知道 等于说 我们还不完全了解 他们这些人做法 他们他们写书的做法 这是容易 我们 他们这是 三千年写的 对不对 他们的 他们写法和看法不一样 可是他们那时 他们那时候算的 算对了 因为不是很困难 不是算 你就你就放在那里 你容易对在一起 然后你等算多少天回来了 这就达到 因为这不是一个困难的数学 什么科学问题 而是observation 你一直等 你等就好了 把他心等过来 就就就就等到 因此不是很 不是一个困难的东西 可是他们 巴比特说 巴比特的天文 就有 就就就就这些东西留下来 我有个问题 是的 这个圣经是神的话 是的 所以是 无 没有 Inherent 对 来 所以 有 有些人这个问题 是不是 超西纪那些人的 作者是受到 巴比特的 Mathology 来影响 我就是神 他的话语 是Inherent 对 没有错的 对 不是我任何的 Culture Mathology 那那那我觉得说 我觉得 我 我答案是两个都是 都是对的 神神的话 也是没有错误 可是 我们 我们谈神的话语 我们现在 这个神学 神学讲书来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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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圣经 现在你去神神学院 学 啊 学是 Fully Fully human Fully divine 第一次是说呢 你看这 就像我自己的 他们 是他 完全是人 也完全是神 你知道意思吗 圣经 像耶稣 耶稣是完全人 完全神 圣经是完全人写的 也是完全神写的 不是抄的 不是神在那边讲东西 他就在那抄 不是 不是 不是写 不是笔记 是不是 不是 short hand 就是那个decation 怎么翻的 记住你他人家讲话 你都在抄 不是这样子 OK 完全人写 表示这个作者呢 他不是靠什么 神他讲话 他写东西 他就在那边 我要写这就写 他写出来 就是神要他写 OK 如果是完全人写的话 这个人 活在什么地方 住在什么地方 什么与有关 什么的影响力 全在里头 不只是作者 还有读者 对不对 原来的读者 住在什么地方 他有什么世界观 什么宇宙观 有什么对天文的了解 写作的方法 全在里头 这个呢 写出来呢 就是神要他写 因此没有错 因此没有错 因为神写出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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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是 你说这个 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忘掉 我们就出问题了 我们就进入一个 进入一个 这是非常比较 比较 liberal 就是中文犯的 自由 自由派的一个 基督教 说圣经呢 你可以有些错误 不太管 这个地方有奇迹 那不是真的奇迹 耶稣到底有个复国 哎 没有复国 没关系 就是这样子 你说我们丢掉圣经的事实 太注重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圣经看不懂 因为 我们不利用他的历史的看法 我们用自己的看法来看 他如果他是完全对的话 就应该要 这样合乎科学 这样合乎历史 这样的教织 就用我们二十亿的世界的眼光 来读圣经 如果我们把两个都抓住的时候呢 又是全是神 又是全是神 我们可以 两边 两 你可以把圣经看懂 对不对 也是 能够是可以信用他 可以信信信信信信他 对 现在像我说 我上次 我从第一章开始就谈这个问题 就是整个创世纪 那个进化论 对不对 这个冲突的问题 对 那很多很多人就是 如果说用这种 只用这种读法 我们就说那圣经呢 要合乎我们的科学的观点 对 然后就开始争挖 圣 到底是我们是 地球是 到底多老 五千年 五千年 那我不是科学家 我没有去读 读 古文 可是我看 我学点科学 对 我学了物理 对 我学了点东西 这个 这个不太对 对 好像 好像说很奇怪 就把 这样读法很奇怪 比如说故意把圣经和科学的冲突 而造成问题 他说为什么要走这种方向 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人的方向 加进去 就让你解决了 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而且可以 就能了解他的意思 我想 那 提摩太后书那个在讲 其实上帝引力写 不一定不是人 这个 initiation 这个不是才initiation 对 哪些启动的 对不对 比如说全是人 全是神 还是神启动的 对不对 神启动 可是还是 你说神 要摩西写本书 他怎么样摩西写 开始写呢 他就造成摩西 他造一个摩西 让他出来 他有这个经验 被 跑到法老的家里去了 有他的最好的教育 长大起来 然后跑出去 经验到 碰到神 他整个生命 是神 也没写 因此 他造出这个人 会写出这本书 神要他写的 因此完全没有错 完全是神的 可是呢 是完全摩西的 因此摩西 就写他自己写的 用他自己的脑筋 写出来 可是是神要他写的 这是 你 这个观念 是 你说我们上班上的那种学校 说你去 Gwen Conwell Fuller 多半的福音派的 神学院都会叫做 你要去比较更保守的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到现在有没有神学院 会叫 Transcription 就是 他们 Transcription 就是你的 Dictation Dictation 就是写笔记一样 神讲话 应该来写的 这种 教这个theory的学校 我不太清楚 到底还有多少剩下 目的是不是这样教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说 你去普通的福音派学校 你说 Dallas Gwen Conwell Trinity 都是照这个 这现在是福音派的正统 他们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是很合乎 就是 对 很合乎 那大家可以了解嘛 这个就比较麻烦各位 好 这个 这个 还好吧 这个 没有别的问题没有 我是觉得有点 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 就是说 就是说 他这里头这个年 其实跟我们现在理解 这个年 不一定是一马生 不一定 因为 就是为什么 我们那时候有谦虚说 我们实在看不了解 看不懂 实在是看不懂 他们计算方法 也许跟我们现在根本不一样 可能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说 他说他七百七十 这一百七十七年 七百七十年 七百七十年 三百六十三百六十五 可以 可是我们知道号码 在就业的号码问题 对不对 就业的号码是他的意思 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马太福言新悦也是这样子 十四十四十四 为什么这样写 对不对 这些号码 有他们的意思在里头 那这个跟我们 如果我们觉得说 对和错是 也是我的意思 我们对事实的定义是 我们对事实的定义是 这个中文 中文的事实 讲对就是对 讲错就是错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观念 这个基本观念 不是从旧约出来 这个基本观念 是希腊出来的 我们对truth 就是他们 他们怎么说 Eletheia 就是他们的那个 不能用希腊文 意思吗 这个字 truth 真实 事实 真实 希腊的这个字 就是这样定的 在希伯来文 Emmet 这是希伯来文的truth 意思定义不一样 定义不一样 我们认为真实就是什么 跟历史对不上 对事实上对上 就是真的 对不上就是错 那因为神 因为耶稣 因为圣经 神会错 因此圣经里头 每个东西都要跟历史上对上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基本读书观 这不是圣经的观念 圣经还是 圣经的truth 真实呢 是reliable 它的意思是reliable 你可以信靠它 以事实 那么Emmet 是旧约的字 这个truth 这个阿利贼 阿利贼 是新约希腊文 新约时代 所以你是说 新约时代 跟旧约时代 这个truth的定义不同 对啊 一直会出问题 Emmet 会翻译成Emmet 翻译成Emmet 对不对 这是旧约 因为新约用希腊文 他们用希腊文的字 那我就会出问题 他们用这个字的意思 是不是跟希腊文的意思一样 还是跟旧约的意思一样 对不对 因此耶稣说 我是truth 我是Alethia 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事实 中国怎么办呢 我是真理 真理 同一个字 我是事实 它的意思是说 它是用旧约的做法 因为它不是用希腊文讲话的 它是用亚兰文 是另外一文 这就是语文有问题的 它是说 你相信你可以信任我 我是truth 对不对 我是事实 我是真理 我是光 我是门 你经过我 你就没有错 你的生命就会保住 这个呢 这个希腊文的 对事实了解的都太一样 它不管你可以相信 不关心 不管你是重要不重要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跟历史一样的 就是对 那 有没有可能耶稣来 新约是完全complete旧约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 又修改 旧约对truth的概念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因为你说 就是写新约的这些人 都是犹太人 对不对 他们是用希腊文写书 可是是用犹太人的观点 他们读旧约 对 他们 你说希腊文 希腊学 希腊的学 他们谈什么 他们form 他们谈说 像Plato 你说他们 不是我们不谈哪里 他们写新约的时候 都是用旧约的category 旧约的那个 中文怎么讲 category 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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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旧约的词语代言来 来解释耶稣 对不对 他不是说 他没有说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第二位 没有这样写法 他说他是大卫的儿子 他是人子 OK 他是 沃尔 他是那个 浩尔 他用旧约的那些 那些 他是 他是 玉月节的羊 羔羊 对不对 他用的都是旧约的那些名字 代言来 没有说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被这样写法 OK 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是希腊文的 希腊世界的观点 而不是旧约的观点 我们这样了解一下的话 我们说 这个真实的定义 是我们压进去的 因此 我们这样看的时候说 圣经如果不跟历史完全对上的话 圣经就错了 这个错和对的定义 是我们定上去的 对不对 是我们 可是如果 旧约不是靠这个定义写的 他说这个是真 我这个是 这个是 这句话是完全 圣经是可以相信的 是真的 没有错 神 每个字每个字写出来 都是神要他写的 他给你的 他的 他的全力的构想 是他要全力的 可是他用的方法跟我们看法不一样 这个对我们比较很大的挑战 他们因此他们那么 他说很多人去去去去神学院 第一年 对新兴的打击很厉害 而且这些不是也不 这些都是正统的神学院 教徒都是基督徒 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看你去那第一年 就碰到这些东西 你说哦 这样子啊 糟糕 怎么办怎么办 那你就跟教徒谈话 看他们给你讲 你去给他辅导 看讨论讨论讨论 OK 对不对 你可以 你听多了以后 你可以说啊 我可以习惯了 我可以了解这种系统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在教会里头 牧师不讲这些东西 因为 造出问题很多 因此他宁愿不讲 可是你去神学的时候 他们非讲不可 对不对 你去分学院去是非讲不可 这些牧师 等于说这些牧师进去 经牧师他们全听到了 他们出来的时候 还是不敢讲 还是不敢讲 因为讲出来问题太多 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对 因此有些知识呢 是 怎么讲法 包起来 对 那我觉得看法就是 我觉得说 当然有些东西你暂时不需要 他们如果情况不对 不需要解释 可是如果大家要问的话 尤其是知识分子 应该解释出来 对不对 因为答案在那里 我多少多少基督徒在那边 挣扎 这科学这样讲 圣经这样讲 怎么办 你知道我知道很多 像我记得很多人就是 基督徒教授 就是教授 他们 有信神 可是他在 刚那边当学生物的教授 在威斯康辛 他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上 不知道 他知道这个是对的 他知道要相信神 你给他解释 他就说 啊 谢谢 对不对 谢谢你 不给他解释呢 他反而卡在那里 这个这个 这我就说 有些时间 这些东西应该 应该解释出来 在谈系也说 这个这个号码意思不一样 你时代时代 真的一定是时代吗 啊 不知道 啊 这些问题 圣经不注重的这些问题 好 啊 ok 我们还没讲完了 糟糕 好我们开始 我们该开始啊 第一 我们我们 我不要每节每节谈好 啊 啊 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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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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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经文里头是十代吗 对不对 从亚当一直到一直到挪亚 啊 每一代呢都有名字 啊 他 几岁时候生了他第一个儿子 他那个那个儿子 不是第一个儿子 而是那个儿子 传下去那个儿子 然后后面都又活多少年 啊 有其他的孩子生了 整个活多少年 到他死掉了 Dent he died 这个有什么目的在里头 对这个你说这个死 死掉这个意思 就是我就是说他多少岁生了这个孩子 啊 又怎么怎么 这个 这个他他他他他另外一个号 我没有写进去 这个实际上 因为看不太他意思 他说你把那些号 又是另外一个号码 他说你把那些 第一 生了个孩子的那些号码全加起来 除以六十 就是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六 种作六十的一个 是sexta decimal 我们是decimal 他们是除六十的一个数 我根本不知道他意思 在那里 怎么算到六十 反正他他除了以后 全除才分成三百六十五 这个他写的我没我没看懂 然后我去我这个synotic period 我去去我去查一查 另外那我就没有跟查了没查 好看也有他的号码的意思在里头 可是 你说有些地方他太直太太 太那个obscure 有有有一定的那个就是他那个那个 就是一个规律的 中国人也有 一十六十 也有这个规律 你说我这个内定我那个内定 我没看懂 他这个正是一个一个一个做学者 专门在那边 他就是1970年发表这个出来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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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头的号码 全解释清楚 我就抓了几个出来 其他的我没看懂 因为他有些是比较科学书学 天文一点的 就是这个不太清楚 嗯 对啊 比如说 人类的号码 也有他的意思在里头 就是他写的时候肯定是有他的意思在里头 对 如果现在我们很难读懂 对对啊 就是看出来这个关系也不懂他的意思 但是他传达的主要信息 这个这对 因此就是 因此这个 我们就不太清楚嘛 其实号码的信息 你怎么说 他跟这个跟那个两个行星的synotic period 加在一起变成这个 这是代表什么 为什么这样写 也就是说他们那时候很注重星象 星象学 对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样 他们对星星有了解 是是是 有一个人要诞生了 对 怎么样的 一个星象学的 对 可是呢 那个人 他是为什么跟那两个行星连在一起 你说每个行星他们的意思是什么 对 对不对 这个祖国土星还有他的代表 说不定这个行星是 是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代表 因此我们就不了解了 你说有些地方我们实在 实在读不懂 嗯 这是这是包括在这边里头 好 嗯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那记在下面这个字 是是 这是 写出来的 那个 亚当的后裔 就这个字written 我写在下面 记在下面这个字 好像代表说 这里头有本事 有本事 你说旧约作者 写这个人可能是摩西的话 他有用别的书籍 你说有人传下来 他写下来 他就把它记下来了 就是他把它炒下来 他有可能用别的书籍 嗯 都敢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神造 当神造人的日子是造的自己的 样式造的 并且造男造女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 神赐福给他们 称他们为人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 又生了生了一个儿子 影像 呃 像是跟和自己相思 就给他起名叫赛特 亚当生赛特之后 又把 又再世八百年 并且生儿生养女 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 就死了 好 那我们这些字又回到前 这些字我们也很想 记得 也样式对不对 样式形象 又是回到 创世纪第一章 对不对 有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不是分开的 同一个人在做 故意联在一起的 这个人说 啊 神造人是造相识的 这个相识 你看看这段经文 从而神造相识以外 对不对 亚当生孩子也是形象相识跟自己相识 对不对 也就是神的这个影像传下去 在犯罪没有毁掉 是传下去 传到亚当 传到我们每个人全身上 可是呢 这个写这个相识的东西呢 写在赛特这条线上 没有写到干影上去 那干影是不是不是神的影像 这不是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 而说驱众神的影像是什么 那第一章驱众神的影像是叫什么 要治理地球 对不对 是做王的那条线 如果你变成走干影那条线呢 你就滑下去了 你就不是一个 你不是一个做王的这条线 赛特这条线 这条线是做王的线 以后出来要当王的 那以后谁当王的 到犹大要当王 到大卫要当王 到耶稣要当王 是当王的线 到治理世界的线 对不对 是kingly line 我们我们谈 这西部中文怎么反对 这不是线 你说你说是王的这个 做做做做皇帝的这个 皇帝的后裔 可以有这个 血传下来的 对不对 是都是皇帝的血像下来的 血脉 血脉 我们不太清楚 这种康子这种概念 是在中国也有的 对不对 这是做王的这个 要从神下来 到亚当一传下来 对 好 因此我们 我们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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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从耶稣呢 我们进入 因此传到我们上去 这个要了解 我们 是要重新治理地球的 OK 造男造女 他又回来 重新的意思 我们上次谈过 男女都是神的影响 对不对 都是要要治理世界的 没有分没有分别 这里 嗯 好 好 又再是800年 我 谈一下这点 我谈一下为什么这些年纪都那么长啊 呃 除了跟巴比伦千文一样 有些人说这个这个长短是因为在在 有 嗯 水灾之前的世界 比较 但我活得长一点 因为 戏剧少一点 没有空气无压 没有空气无压 世界好一点 我实在不知道 这可能啊 也可能这种事情 人能活那么久啊 不知道的 这就是看这些东西我回答不出来的 嗯 有些人说这是代表性的 你说是 等于说是 世界那时候是比较 嗯 纯 纯 纯 就是goldenate 近代社会 然后烧 那个淹水以后呢 就开始 变成是我们现在用的情况 就是比较没落的情况 或者是那些号码对于他的意思 实在不是很清楚 你看 这里面这个年 嗯 可能年的概念 嗯 应该是对的吧 也很简单 那时候都有年 对不对 年很简单嘛 三八六五年 三八六十年 很简单 对不对 你就在看太阳嘛 上来再回来了 一年 对不对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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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子太阳 对 年不复杂 月也不复杂 好 那就死了 这这句话 每一段每一段都写 就死了 就死了 因此呢 提醒到 到亚当的时候 他实验实验 那神说你又要死 最后就全要死 可是这个死呢 要提醒一下 不只是 惩罚 也是一个祝福 对不对 如果你不死 你没有办法 重新回来 回到神面前 你如果不死 就永远在犯罪和散判之中 活下去 对不对 那时候神他不会这么说 说神 让他们保护一保 呀 让他不会吃那个树 另外那个树 因为吃下去他永远活着 永远活着 永远反叛神 对 所以死也是个祝福 好 那我只看两个 两个特殊的哈 因为这里有其他都是一样的 都是 都是 活了多少年 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以后又活多少年 像生儿养女 总共活多少年就死了 每个每个都是这样子 到了 以诺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 生了 马土沙拉 以诺生了马土沙拉 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 神就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三百六十五 嘿嘿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了 他就不再世了 没问题他死了 这是 这是改变的地方不一样 以诺很奇怪 第一点 以诺是第七 哈哈哈哈 这就是号码 他是第七 你从第1、2、3、4 从亚伯开始算 他第七是以诺 他是特殊的位子 第二呢 他那个 他与神同行这句话呢 除了这个地方以外 第六章 以诺亚也有写 然后呢 在马拉基书出了一次 他的意思很特殊 他是这个 他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 他不是他好 不是他善人 不是好人 不是他坏人 他意思不是说很好而已 不是这个意思 而他跟神 有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 OK 超于说 我和他只是规规矩矩的 不是这个意思 是跟神很亲密 很亲密的关系 他亲密关系呢 以后呢 他就 没有死 神就把他拿走了 OK 这是 你看到西伯来书的时候 等于说有两个人在这个 九月里没有死 另外一个是 伊莎 以雅 以零 以尼亚 是被神的 一个火车 不是火车 火车火 小火的时候,带到天上去,就两个人没有死,一个是伊诺,一个是伊利亚,可是在这个地方地点说,突然间有一个人没有死, 他的意思在里头很重要,就是说,突然间,啊,死亡不是终点,永生是终点,永生跟神的关系是终点, 这是我们人的结局,人的结局,不是说要死,死亡不是一个挺好的地方,要跟神永远活在一起,永生,你说一开始到创世纪第五章,已经开始谈永生,他就上去了,这个人没有死, 你实在旧纪里就有这个,开始有这个概念,那旧纪不很注重,没有很注重复活,没有谈出来什么,有几节,八几节都写出来了, 你那个明生纪,五国内王纪下,诗篇四十九节,这些讲到永生的地方出来了,可是不像新年语,新年语很谈永生,谈复活,旧纪谈的比较少,谈的全是约,谈以色列,谈那个地, 可是,在创世纪谈开头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说,你这个,就算你这个地,搞到淡天,你还需要死,怎么样克服死亡,才是真正的问题,对不对,因此他明明说我们要约约把这个地区拿回来,这都不是,这是不是真的答案, 这答案是要有个人来把克服死亡,才是答案,对,在这里已经开始出来了,你留在这里,那他活着三百六十五岁,我们想谈到他特别的意思, 这个到底意思,为什么是三百六十五跟三百六十五天一样,代表什么,好像是很好是不是,应该是好的,意思是好的,可是为什么这是好意思,我们不是很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西伯来人,住在那时候,他的意思我们不了解。 好,他就看不见了,我们看,那我们看,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有儿子,就提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是必为我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弟,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五百九十五年,并生了儿养女, 拉麦活了七百七十七岁,就死了,挪亚五百岁,生了闪是不是,闪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谈和亚佛,这是第九和第十,对不对,亚挪亚的故事就停在那里,没有讲完, 他的最后那一句呢,叫他死掉,罗亚要死掉那句呢,是九章二十九节,把第三整个,第三段放在中间了,了解的意思吧,因为每一段每一段都是他要死,对不对,都是他就死了,他就死了,他就死了,罗亚就死那一段,是放在第三大段的后面,那这句话呢,表示,你看,这个就是耶稣拉麦,同一个名字,对不对,一个这个是,这是赛克, 这个拉麦,另外那是盖尔的拉麦,我们上次看到盖尔的那个拉麦是叫屠杀反,报仇的这个拉麦,讲了好多女,讲了两个女的,对,两个太太,多婚开始了,然后对不对,他要报仇,这个拉麦不一样,这个拉麦说我要取名给亚挪亚,因为我需要修写,因为我知道神住者不离活,可是我有盼望,因为我知道,这句话,他这个写得很好玩,他很相信神给亚挪亚的 那个应许,对不对,从女人那个子就要出来一个,要打败这个蛇,对不对,神给我们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老苦,我们需要修习,因为他取名叫个挪亚,挪亚就是修习的意思,对,Nuar,就是rest,他说我们要去修习,他说这个神做主我,我需要修习,因此我相信我这条线,我这条海,我的后翼,会出来一个,是不是挪亚的, 不是,不是他,可是他,他取他的名字,对神表示他的信心,这代表这条线的信心,而且你说荪亚的爸爸是一个非常相信神的人,对不对,他从一个相信神的家庭出来,非常相信神就这样存出来,他就在这个地方,这一小段你可以讲是看出来,他对神的了解,他对他后代的盼望, 在这个身上,在他身上,这个拉麦的身上,这个拉麦就跟着感应的上来,同一个名字,因此可以看出两边的contrast,就是true to true,对比,对比,给你故意的对比,同一个名字,两条线,对比,这是旧约作者的写法,他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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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艺法,好,嗯,下面就,就是,我们就,就是,就宽城第六章,就是神的,神要,要,要毁掉这个世界,然后第三本, 是要,从第六章十节开始,因此我们下星期,我们看,把那段讲完,就开始看第三段,看上,看上挪亚的那个,嗯,不问,要问,到底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大水,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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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是没有,不是很多,在但以理书有,有点, 对,以理书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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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是一个,代表以色列回国,对不对,你说,那个地方,我写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开始地方,开始点,启发点, 从,你看以理书有点,死的骨,然后,神怎么解释的,神说,这是以色列,你以为以色列已经死掉了,全在,毁在世界上,我,我,如果我说句话,我可以把他带回来,我可以,我可以,我给他复国,因此,那段经文的,在以西节的意思,是复国,以色列复国的代表, 可是说,你一看以色列复国,你一谈到重复,重新resurrection,复活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开始说,这个是以色列复国的,还是个人的复活,复活,到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就是,你就是,就是个人要复活了,因为你看这个,你说,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跟从神,被他们压,被外方人压迫,那些外方人根本不认识神的压迫, 我们为神要死掉,这算是公义吗?不可能,一定在死亡以后还有,你说在圣经地,创世一开口已经有的,死亡后面的,可是他们,这个复活的概念呢,没有很仔细的develop,还知道他们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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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那个,exile,就是,放逐以后, 这个resurrection的盼望,开始越来越强,越来越仔细,到了耶稣的时候呢,除了,那个sadduci,就是那个,杀杜干那些人以外,大人都相信服务,法利赛人都相信服务,耶稣那些人都相信服务,你说,复活这个概念,从创世一开始就有这个生命问题,可是没有仔细谈出来,比如说我们的revelation,我们说启发是一个progressive,从刚开头到后面,是越来越附带,越来越清楚, 因此新约是最清楚的,旧约的时候有些东西不是讲得很清楚,尤其穿复活的地方,他没有花很多时间讲,复活,好的,插星期见,谢谢。